大家好,歡迎來到《月如天地》, 講到繁華閃閃的《香港娛樂圈》, 提到張志琳和袁詠儀這對夫妻, 絕對是恩愛的代表。 他們的愛情故事遠於一部溫馨的電影, 讓人目睹了兩個人從雙識到雙手的美好。 但是,最近一連串的新聞事件, 似乎為這對模範夫妻的甜蜜生活, 加了一層不確定的陰影。 首先,我們來講講張志琳捐入的那宗詐騙案件, 這宗涉及高達10億港元的大案, 不僅震驚了娛樂圈, 都令廣大粉絲和大眾感到意外。 作為一家名為JPEX 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品牌大使, 張志琳的形象因此受到了巨大衝擊, 雖然隨著時間推移, 張志琳透過他的經紀公司發布聲明, 澄清自己並未參與任何投資和金錢損失, 並強調已經和JPEX 終止了所有合作關係。 但這場風波無疑對他的個人形象造成了不細的打擊, 講到張志琳作為香港娛樂圈的資深演員。 他的事業線在經歷了和JPEX 事件相關的風波之後, 仍然保持著穩健的發展態勢。 而袁詠儀同樣作為一名演員和主持人, 在個人事業上也有著令人觸目的表現。 張志琳自從九十年代初以歌手身份出道以來, 就在音樂、電視和電影領域展示了他的多方面才華。 雖然在事業早期, 他以偶像歌手的形象被大眾形式, 但隨著時間的劉勢張志琳漸漸轉型, 參與了多部影響深遠的電視劇和電影拍攝, 例如《刑事偵緝檔案》、《天地男兒》和《古惑仔》系列等。 這些作品不僅鞏固了他在娛樂圈的地位, 亦為他贏得了演技派的標籤。 在個人事業發展的同時, 張志琳、葉武忽略和袁詠儀的合作。 這對夫婦當多次在電視節目中共同亮相, 展示了他們之間的默契和陰謀感, 亦令他們成為了公眾眼中的模範夫妻。 這種在公共場合的互動, 不僅加深了兩人之間的情感, 亦為張志琳的事業帶來了正面的影響。 袁詠儀在這段時間都不斷挑戰自己, 不論是在電影、電視劇的演出, 還是在主持工作上都表現出極高的專業素養。 她的幽默感和親和力,令她在主持領域特別出色, 成為觀眾喜歡的電視節目主持人之一。 袁詠儀的這些表現, 不僅證明了她作為藝人的多面性, 亦為她贏得了全能藝人的稱號。 隨著時間的推移, 張志琳和袁詠儀不僅在婚姻生活中展示出相互支持和理解, 她們在事業上的互補和合作, 將為兩人的關係添了更多的穩定性和活力。 她們共同參與的公益活動和節目製作, 不僅展示了她們作為公眾人物的責任感, 亦讓公眾見到了她們身為夫妻的另一面, 不僅是娛樂圈中的搞搞者, 更是社會責任的積極承擔者。 同時,張志琳和袁詠儀之間的婚姻 亦成為了外界廣泛討論的焦點, 一張機場照片引發的猜測, 令這對夫婦的感情受到了公眾的關注。 不過,袁詠儀很快在社交媒體上做出回應。 她的回應不僅展示了兩人堅固的關係, 亦讓外界見到了她們面對困難時的堅強和勇敢。 然而,張志琳在一次訪談中關於無性婚姻的玩笑, 雖然後來被澄清只是一句玩笑話, 但無形中加大了外界對她們婚姻的好奇和猜測。 這個不僅使人對這對夫婦的生活產生了更多的想像空間, 亦引發了對她們感情真實性的討論。 袁詠儀在社交媒體上的澄清不僅是對外界誤解的回應, 亦是對張志琳無條件支持的體現。 她的言論中充滿了對丈夫的信任和理解。 這種力量令張志琳面對質疑時更加堅強。 在這樣支持下,張志琳亦在多個公開場合表達了對妻子的感激和愛意, 她們之間的互相讚美和支持。 為外界所讚揚,被視為娛樂圈中的正能量。 當張志琳開幻笑提到無性婚姻時, 這種幽默的相處方式反映了兩人之間深厚的感情基礎和相互理解。 她們能夠在壓力之下保持輕鬆的心態。 用幽默化解尷尬。 不僅是她們情感關係成熟的標誌, 亦是她們共同生活中的一脈糧式。 這樣的相處模式,使得她們能夠在娛樂圈 這樣充滿變數和壓力的環境中, 保持一份平和和幸福。 袁詠儀公開分享關於婚姻危機和產後抑鬱的經歷。 正是對夫妻關係中真實挑戰的坦誠呈現。 這種坦率不僅拉近了她們和大眾的距離, 亦展示了婚姻中不為人知的辛酸和挑戰。 張志林對此的全力支持和理解,顯示了她深厚的愛意和責任感。 面對困難,她們不是選擇放棄, 而是攜手共渡難關, 這種相互支持和信任。 是她們能夠共同成長和克服困難的基石。 經歷了這一系列事件之後, 張志林和袁詠儀的婚姻關係似乎變得更加堅固。 她們透過公開展示彼此之間的支持和愛意, 不僅鞏固了自己的感情, 也被公眾展示了一種積極面對生活挑戰的態度。 她們的故事告訴別人, 即使面對巨大的壓力和挑戰, 只要雙方能夠相互支持和理解, 任何困難都能夠一起克服。 張志林和袁詠儀的經歷, 成為了很多人心中關於愛情和婚姻的一道美麗風景線, 令人相信愛情的力量, 相信兩個人共同面對困難時能夠創造出的旗。 在事業和生活的雙重角色中, 張志林和袁詠儀展示了她們的堅韻和智慧, 儘管面對外界的壓力和挑戰, 她們依然保持著積極的態度, 用實際行動證明了面對困難時的相互扶持和共同成長。 她們的事業線不單只是個人成就的累積, 更是她們共同生活哲學的體現。 在娛樂圈這個看似浮華的世界裏, 張志林和袁詠儀用她們的真誠和努力, 書寫了一段段感人的篇章, 展示了她們作為藝人和夫妻的真實面貌, 讓人見證了她們之間堅不可吹的愛情和對生活的熱愛。 望向未來的日子, 我們有理由相信。 無論是在事業上還是生活中, 張志林和袁詠儀都將繼續攜手前行, 用她們的故事激勵著每一個人。 她們不單只是娛樂圈中的一對摧殘精神, 更是在現實生活中不斷探索、勇敢前行的女人。 她們的每一步都充滿了對未來的期待和對生活的熱愛, 正是這份不斷前行的勇氣和堅持, 構成了張志林和袁詠儀事業線上的一筆筆良識, 也使得她們成為了無數人心中的榜樣和靈感完全。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